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已尽未生 剧中贺涵、罗子军、唐静三人纠葛的情感 似乎也因职场风云变得更加不明朗 自该剧进入下半城 抢了闺蜜的男朋友、陈俊生后悔离婚等话题 几乎缠住微博热搜 而唐静和罗子军的粉丝也分为两个阵营 就该剧的三观展开探讨 《我的前半生》编剧情文 接受媒体访问时 他表示很多内容其实都是在为戏剧冲突服务 我们也认为不能和闺蜜的男朋友发生感情 只是我们并不能在那样的故事下 控制贺涵和子军的感情触发 但我们能控制的是他们的行为 所以目前的结局还是开放性的